今天是4月10號 禮拜天 早餐差不多10點 我又來到新練習上班了 今天釣手竿 中了齁 給我飛上來 飛魚 這蚵仔平時都有在鍛鍊身體 常常在水面飛 在比賽看誰跳得遠 跳得高 所以還蠻有戰鬥力的 不知道是太久沒掉的關係還怎樣 感覺比較沒有像以前的戰鬥力那麼超強 以前的戰鬥力超強的 竿子還會咻咻叫 好 幫你撿魚鉤啦 釣甩甘釣習慣了齁 現在用這手竿齁 我連這個線都用PE線 這是PE線的3號的PE線 所以都還覺得蠻安心的 魚鉤也是用兩門魚鉤併在一起的 魚鉤子 你看看 我一個手掌差不多寬 差不多20公分 兩個差不多40公分 現在這個蚵仔大部分也都大 大概這個體型了 蠻好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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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釣 不過太好釣的話也不好玩了 也會喜歡 希望能夠釣到別種魚 一直釣到蚵仔也 也沒樂趣 不過最近花蘿漢還沒出現 花蘿漢吃東西也是超猛的 雖然體型 沒有像 胡國魚體型那麼大 不過這去年發現 好像現在的 花蘿漢也長比較大了 可能是變種的 變種的關係吧 體型也變大比較多了 還蠻有沖力的 不像這胡國魚 這老江湖的 好大喔 都不要沖了 一點戰鬥力都沒有 好大喔 欸 腫了哈 給我洗腮 咻咻咻叫 釣手竿比較有手感啊 但是這魚還不夠大 其實釣手竿是感覺比 釣甩竿好玩啊 只是說我個人因為沒辦法一直看 一直看胡椒啊 所以我都是主要都是 玩甩竿了 手竿偶爾在釣 來吧 這裡我都是直接拉線的 因為這個線太強了 3號的PE線 差不多都是這個尺寸啊 嗯 我的尖水錢丟到哪邊去了 沒看到我的尖水錢了 好大喔 幾年前 我有在這邊釣到一隻食人魚 國外叫做切蛋魚 人家講的紅銀板還是或者是黑銀板 我釣到那一隻黑銀板 還蠻懷念的 只有釣到一次而已 超強的爆發力 比釣烏溜還過癮 只釣到一次啊 這種魚可遇不可求 讓我念念不忘 還讓我的手指頭 超揮搭 希望 能夠再釣到那種魚 當初釣到的時候 量的尺寸 是68公分 現在 有給牠放走 現在應該至少長到有七十幾公分吧 超強的爆發力 蠻懷念的 有人稱牠為淡水GT 我是都在 新年溪這邊釣魚 沒有跑到別的地方釣魚過 沒有跑到別的地方釣魚過 前年吧 前年有看到釣友講說有尋龍魚啊 不會有看到 嘴巴尖尖的 結果釣了好幾天 那時候都一直在那邊 待在固定的地方 釣不到他不吃了 後來我發現 釣友講錯釣 那不是尋龍魚 那是 幽靈火箭 火箭魚 長得跟尋龍魚很像 嘴巴尖尖的 哇 又掛到 釣了好幾天都釣不到 後來就不見蹤影了 不知道跑哪邊去了 往下游跑釣了 現在是還蠻想釣釣 其他種魚的 因為一直釣 不是台亞就是烏溜 不然就是草魚 大頭連 想玩玩別種魚 不過可一不可求啊 那個都是水族箱人家放出來的 養太大了 放到這邊 放到水裡放生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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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釣到食人艙那種魚 他會給你200公尺的衝刺 衝刺 不但會讓你飆腎上腺素 還會讓你飆高血壓 很恐怖的魚 腫了齁 那時候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斷溝或者是斷線 因為不知道是什麼怪物 一直衝 一衝就知道那個不是烏溜了 完全不會停的 如果突然間給我斷線的話 我馬上會滴血糖了 還好那隻魚有被我釣上來 只是那時候還沒有攝影 我也沒有帶數位相機 因為我手機的功能 影像拍照只有50萬畫素 所以我以為我釣到海魚耶 海底的魚跑到淡水來 我想說是跑來淡水這邊 我跑去叫釣友幫我拍照 還有流程紀念 還不錯 三隻火花了 火花多的時候就很好釣 都乾了 釣了差不多今天有釣了有六尾巴